各位觀眾早安 今天就是週末假期的最後一天了 有沒有計劃到哪裡出遊呢 普遍來說今天的天氣 跟昨天來講是相當的類似的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 其實在西班部地區 這個氣溫都至少是26度起跳 而且高溫是34到35度之間 是相當的炎熱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到 其實降雨機率也是滿高的 像是中部跟南部 至少都有80%的降雨機會 主要就是受到 這個午後的雷震雨的影響 同樣的 我們來看到中北部還有東部 同樣降雨機率也是有大概20% 而且大約氣溫都是有來到34度左右 所以就是要提醒觀眾朋友 雖然今天早上等一下待會一出門 就會發現太陽真的好大好晴朗 但是我還是要記得攜帶雨具 免得倒是到時候您出門的時候 下午過了之後 中午開始就會開始有些降雨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高溫警示區 有在哪一些地方 可以看到其實在城設燈號 像是我們雙北宜蘭跟花蓮 都亮起了橙色燈號 這代表說可能會有連續的高溫出現 而且尤其台北也有可能高溫 是上看到36度 這主要就是受到地形的影響 因為像是台北是個盆地 會比較熱一點點 而加上我們的花蓮跟宜蘭 它們是河谷的縱谷的地形 所以海風是很難吹進去 調節它們的溫度 所以會比較熱一點點 而至於在苗栗這邊 也亮起了黃色燈號 而接下來馬上看到定量降雨圖 因為剛剛有提到了 今天下午開始會有一些 午後雷震雨的發生 所以可以看到 其實整個台灣由北到南 都會陸陸續續的降雨 尤其是從西半部的平地 甚至是東部還有北部的 山區隊開始降了午後雷震雨 所以除了攜帶雨距之外 將是您要外出的時候 也要多多注意說 在山區的安全性 不要說讓自己不小心就受困了 另外到了傍晚的時候 降雨機會就比較少一點點 會比較緩和 所以天氣都會很好一直持續到明天上午 所以接下來未來這一週的天氣狀況 又會是如何呢 可以看得到 從今天開始一直到新車 其實是一個高溫炎熱的天氣 尤其在西半部還有山區 可能要注意一下 有午後雷震雨的發生 另外到了禮拜三的開始 由於是個南方雲系的 它北溢的影響 所以帶來了一些的水氣 最主要會影響到我們的南部 還有東南部的地區 會開始有一些短暫的零星的 整天都會降雨 但是像在南部地區 除了這個零星降雨之外 也是要注意這個 午後雷震雨的狀況 尤其午後雷震雨 不只是這個南部跟東南部 甚至中部以北還有宜花地區 也都要受到這一些的狀況 以上就是今天的氣象資訊 提供給你們